中华民国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 今年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中华民国它有一个设计 孙中山所以称之为国父 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他对于整个国家有一个设计 他对于国家的设计很早以前 他在1905年就是他那个革命 也只有几百个罪随者 也没有多少钱 这个时候他已经想出了一个革命的整个一个框架 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 所以孙中山呢 他对于整个民国法治呢 他有一个设想 1905年在同盟会刚刚成立的时候 他整个人 整个罪随者只有几百个人的时候 他已经想出了这个将来 推倒清朝以后呢 必须要走着中国的法治道路 那他这个宪政道路呢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军政 他认为一开始呢 先应该是打仗 跟那个北美独立战争的时候一样 每中国十八个省 十八个省呢 都应该脱离清帝国 就像当时美国十三个殖民地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 脱离英国大英帝国一样 所以先要宣布独立 宣布独立以后呢 这些省呢 当时应该是由革命军来掌权 所以当时呢 实行的是军政 这个军政呢 因为是军政府掌台 每个省呢 是一个都军 这个都军呢 上马管军 下马管民 就是全部由革命军来做主 所以成立的是军政府 各个地方都成立军政府 宣布独立 然后军政府对老百姓的 实行军法之制 因为当时处在战争期间 等到全国和平实现 全国和平实现呢 马上就要转入训政阶段 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呢 跟美国老百姓不一样 中国的老百姓 你一下子让他去掌权呢 他还不行 认为中国老百姓呢 还是群盲 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我们看教材里面 我们提到的 他说中国这个老百姓呢 就是做了几千年的奴隶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 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就好比四千万个 四万万个阿斗 刘阿斗呢 应该是当皇帝 但是刘阿斗呢 他没有能力当皇帝 所以需要有一个人 来训练刘阿斗 怎么当皇帝 这个人是谁呢 就革命党人 所以要对四万万个刘阿斗 进行培训 这个就叫训证 对老百姓进行了训证 训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人就由革命党来掌权 不是老百姓选出来 就革命党人自己掌权 但这个时候掌权的时候 又对老百姓进行训练 把老百姓训练好了 最后才进入训证阶段 这个时候革命党呢 就要退出政治舞台 这个时候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竞选 然后才开始跟欧美资本主义强国一样 开始民主选举 在这之前呢 都是军政府当家 训练 训练老百姓 训练老百姓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 他有非常具体的设想 就从开会开始训练 怎么开始开会 从乡一节 召集全乡的老百姓来开会 开会以后 开会的时候就训练大家 怎么来在会上发言 怎么来提出议案 然后怎么来表决 怎么来辩论 辩论以后呢 怎么来付出表决 表决以后 如果这个乡政府 一个乡 每个乡的老百姓 能够自己做主的 就实现乡的自治 所以孙中山这个理论呢 他有一个自治理论在里面 我们现在是民族区域自治 孙中山提出的就是 各一级政府 全部都要自治 首先是乡自治 每一个乡的老百姓呢 自己选举自己的乡长 然后来选举乡的议会 决定乡的收入 应该给做什么事情 如果一个县里面 一半以上的乡 一个县里面 一半以上的乡 能够这样自己管理自己了 这个县就可以自治了 然后一个省里面 如果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县 能够自治的 这个省呢就自治了 等到省能够自治了以后 这个时候才是全国实行县政 所以他说 训政的目标呢 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 训政的目标是 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 那就从乡开始 首先是乡 乡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了 然后再是县 一半以上的乡 能够自己管理自己 财政收入 由这个乡议会来控制 乡长由乡老百姓 全体老百姓来推选 这个时候 一半以上的乡都这样做了 那么这个县就可以实行自治 由这一半以上的乡 来决定这个县 让这个县的县长来明选 选完以后呢 成立县的议会 来控制这个县 所有的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怎么分 怎么来支出 全部由这个县议会来 一个省里面有一半的县 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了 就进入到省制制 省制制以后 然后呢 进入到一半以上的省 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了 就进入到全国的县政 整个这个军政时期呢 他认为在战争结束以后 半年之内必须要实行县政 这个军政阶段就算结束了 进入训政阶段 最多的是六年 对老百姓训练六年 训练六年 让老百姓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实行县政了 那么在训政阶段 因为仍旧不是老百姓自己的法律 不是老百姓自己管自己 全国的事情 还是由军政府来说了算 所以在训政阶段呢 这个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法律关系 就约法 他跟老百姓讲好 我现在制定的法律 是单方面制定的 但是我们约定好 有一天我要把这个法律 全都还给你们 由你们来制定真实的法律 所以叫约法 约法就是 由军政府跟老百姓 跟民众约定一个时期 等到民众能够自己 掌握自己命运了 这个时候才开始进入宪政 宪政的时候才正式实行宪法 这个呢 是孙中山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因为这个理论 不管他对还是错 这个理论后来 对于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 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呢 他的法律都是按照这个 这个宪政的路子 大家吵来吵去 都是围绕着 现在是训政还是军政 现在是训政还是军政 宪政 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 都是按照他的路子在进行 这孙中山另外一个就是 他呢 把政和治分开 他认为老百姓应该掌握的是政权 这个政权呢 到了后来他就明确 为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选举就是选举领导人 我有权把这个领导人选出来 我就有权把这个领导人罢免 所以呢 罢免权 另外老百姓呢 有创制的权利 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利 我们今天叫全民公决 老百姓来制定法律 那么这个法律是他制定的 老百姓也有权利来修改这个法律 这个复决呢 就是修改法律 每一个乡都是这样 从乡开始 一个乡怎么来实行自治 就是老百姓自己来选举 这个乡的领导人 然后可以罢免这个乡的领导人 同时呢 能够创立这个乡的基本的法律 自治的规章 那么他也可以修改这个自治规章 这个称之为叫政权 这个是四项政权 政府的权利呢 称之为叫治权 他把治跟政分开 政府的权利分为叫治权 这个治权呢 应该是五权分离 这样分的道理是什么 他说每一个老百姓都有这四项权利 这个四项权利是每个老百姓都可以行使的 但是治理国家这件事情的不是每个老百姓都可以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不像这个古希腊罗马 古希腊罗马就是能为治理国家这件事情是傻瓜都能干的 所以希腊城邦里面有很多像雅典是最极端的 雅典的这个执政官的到了后来是抽签来产生 抽签谁抽签抽到谁就是执政官 这就成为年度执政官 法官 执政官 军官都是抽签来形成的 孙中山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绝大部分人的能力没有这么强 只有少部分能力强的人才有治理其他 治理社会的人力 所以老百姓就是把这些人选出来而已 老百姓选出这些有能力的人 老百姓有权利 但是没有能力 老百姓的权利在这里 但是他没有能力 所以老百姓的选举就是选出有能力的人 来行使政府的权利 那么这个政府的权利它分为五个 就是行政 立法 司法 这三个是三权分立 日本主义列强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孙中山加了两个 一个是监察权 一个是考试权 这个他自己很自豪 他说世界上都讲三权分立 这个五权是兄弟想出来的 自己想出来的 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监察权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台 我上次讲过的 就是中国历代实际上是在皇帝下面实行三权分立 有一个独立的监察权 这个对于孙中山的印象非常大 所以孙中山认为将来也要设立一个独立的监察权 对所有组成政府的行政 立法 司法 这些权利进行监督 要有一个独立的监察权 下面孙中山是考试权 考试权就是 这些人政府应该是由有能力的人来组成的 那怎么样的人才是有能力的 所以就考试 通过考试考出了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个政府 那么这个就叫考选的权利 考选的权利 那么这个考选的权利呢 就是专门成立一个考试机关 这个很明显 就是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来的 所以孙中山从中国古代呢 发现了两个制度他认为有用的 一个就是监察权 独立的监察权 一个就是科举制度 他认为这个是对世界有贡献的 对国家有意义的 另外从西方的拨过来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权 把这中国传统的两项权利 跟西方的三权加在一起 这个就叫武权 所以一般的也称为叫武权宪法 但是武权宪法一定要记住 所以为了武权宪法 实际上他指的是治权 他的前提是四项政权 这些人应该是由老百姓来选出来 这个制度也应该由老百姓来制定 这个是武权政权 这个是武权治权 但非常遗憾 孙中山对于整个 政权跟治权究竟应该怎么来分工 怎么能够协调起来 这个他没有说清楚 他没有说清楚 所以后来引起无穷的麻烦 这就是孙中山 这个侵害革命时期的孙中山 还蛮神奇的 中华民国的这个 我们前面要讲一下这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法律体系 中华民国的法律体系呢 号称为叫 称文法体系呢 号称叫六法全书 我们教材下面写了这个六法全书 关于就是六法全书 我们有一个角度 这个六法全书这个称呼呢 也不是汉语 不是现代汉语 是日本 近代日本汉语 是日本汉字 从日本引过来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 也就在 这个1868年的时候 日本已经开始在翻译 日本著名的翻译家 他已经开始在翻译 拿破仑法典 这个日本跟中国不一样 他闭关 他尽管闭关自首 但是他闭关自首呢 他保留了一个口子 他跟荷兰人 跟荷兰人做买卖 跟荷兰人做买卖的 也接受荷兰的文化 尤其荷兰最重要的文化 就荷兰的炮术 炮术开大炮 他认为这个是超过 远远超过中国的学问 这一门大炮 以多少大的角度 阳角是多少 用多少发射药 可以发射到多少远 怎么来进行瞄准 那么首先 我这个炮弹 我现在要发射的 要打的这个目标 我怎么来测定 我这门大炮 到这个目标的距离 这就需要三角函数来计算 所以炮数 实际上后面就是三角函数 那么三角函数 马上就牵涉到很多 最基本的几何学 代数学 一些最基本的原理 解析几何 所以炮数实际上就代表了 欧洲的一些数学 以及他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前 他已经开始做这个 有很多人专门在学习这个东西 日本最著名的 启蒙思想家叫福泽玉吉 福泽玉吉原来是 他父亲是学汉学的 学我们中国鲁学的 所以他的名字叫福泽玉吉 这个福泽是他们家的姓 他们家是一个 他们家不是贵族 但是是贵族的家成 玉啊 这里的玉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 明太祖那个圣玉 圣玉六条 这个圣玉六条 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变成了十六条 我们上次教材上讲到过 这个圣玉也传到了日本 所以他 他们家呢 是学这个圣玉的 他父亲学这个圣玉 所以就把他的名字里面 就叫福泽玉吉 吉嘛就吉利了 鱼嘛就是圣玉 就是中国皇帝写的 这个对老百姓的训令圣玉 所以他们家是家传汉学的 但福泽年纪 等到他十六岁以后 他学鲁学呢 学着学着没劲 这个鲁学啊 老是他觉得鲁学啊 太太老朽了 正好他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碰到有一个同学 是学蓝学的 就学荷兰 传过了这种荷兰的炮术 哇他觉得这个东西 太太精妙了 太有道理 所以他就转过去学了蓝学 他是从汉学出生 去学蓝学的 所以当时呢 日本有一批人呢 专门是学西方文化 这跟中国不一样 有专门的翻译家 这个翻译家 他在翻译 拿破仑法典 在1868年 明子微信以前 他就开始翻拿破仑法典 明子微信爆发以后 第一任司法清 当时成立了一个司法部 这个司法大臣 江藤新平呢 去看这个 齐作祥林 就是当时的日本的翻译家 他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在翻译一本很奇怪的书 法国的法律 他说你来让我看看 他翻了下他的译稿 他说这个东西太精妙了 他说这个拿破仑法典很好玩 是从荷兰文转译的 然后他就讲 他说你要赶紧翻 不怕翻错了 就怕你翻得太慢 不怕着译 就翻译得不好 就怕误译 就怕缓译 就是怕你翻得太慢 所以他说要尽快出版 三年以后呢 这个司法大臣 因为在日本政治内乱当中呢 被砍了脑袋 被判处死刑 然后脑袋就挂在 脑袋就放在这个 司法部这个大门的门口 江藤新平被处死 但是齐作祥林呢 没有受这个影响 他继续翻译 他先后翻译了拿破仑 先是翻译了拿破仑民法典 然后呢 翻译了拿破仑的刑法典 还有就是拿破仑的商法典 然后又翻译了 拿破仑的 两个诉讼法 法国的民诉讼法和新诉讼法 另外呢 还翻译了当时法国的宪法 第三 这个是第二帝国的宪法 不不不 他后来翻的是第三共和国 第三共和国的宪法 那么这个 就在先是一本一本翻出来 翻出来以后呢 他是一本一本单行的方式 在小册子方式在社会上流行 然后后来等他六个全部都翻出来以后 他就称之为叫法国六法 就以宪法 民诉讼法 刑诉讼法 民法刑法 再加上商法 这个六部法国法典 把它合编成一本书叫法国六法 然后就在市场上发行 日本人跟中国人还是不一样 这本书呢 居然在当时就成为一本畅销书 这个中国法律要成为上销书的 第一前提就是 它必须是司法考试指定的 如果哪一个考试没有指定的话 这本书 一本法律书要成为畅销书 这个是在太可笑 不可能的 一本法律书 一本法律的学术书 在没有被考试指定为 必用参考书 这本书能够卖到两万册 我们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 一本书能够卖到两万册 已经了不起 日本呢 跟中国不一样 日本在民主微信以前 它的社会基础比中国好很多 它的民主微信以前 日本的社会的实质率 就是它的文盲率 是百分之六七十 就是它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都已经认知了 它的认知 中国当时文盲率 大概是要百分之九十五 只有百分之五 这个是两级超股指 它说 中国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是一个字都不识的 百分之五的人才认字 百分之五的人认字的人里面 真正懂得历史的 真正对中国历史有点掌握的 说的书中国各个朝代的 它说大概只有两千个人 因为这个科组制度 考科组那些人都不学这个东西 那么这本书 后来就成为畅销书 法国六法 那法国六法成为畅销书以后 整个社会就开始觉得 要像法国这样来立法 所以他们当时请了 法国的一个巴黎大学的一个法学教授 叫保尔索纳特 这个人就到中国来 到日本来 帮助日本起草法律 这个人起草法律的时候 他还帮了日本很多 还给日本政府做顾问 这个人后来在日本 这个法治史上影响很大 当然后来日本到了九十年代 他发现法国被这个德国打败了 日本这个国家是这样的 他觉得哪个国家不行了 他就不学了 他觉得这个法国不行还是德国行 所以后来就开始转德国了 开始在一直到九十年代初 日本还是学法国的 所以法国六法是在在日本根深帝国 所以日本当时就提出 要像法国的六法一样来制定日本的六法 那这样一来 六法这个概念也逐步逐步深入人心 法国的这个六法就称呼叫六法全书 这个名称到了二十世纪初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 所以中国法学界也很奇怪的就把 用六法全书来泛指所有的称文法 只不过呢 这个六法全书这个概念现在不一样 等到中华民国南清政府时期 就是国民党统治以后 这个六法就不是商法 商法拿掉 就加了这个叫加了行政法 1910年当时的六法就是 当时还是理论上 因为没有实际上没有这个法律 失望能够建立这些六法成文体系 就是宪法 民法 商法 民诉讼法 刑法和刑诉讼法 29年以后国民党决定执行民伤合议 那么就宪法 民法 民诉讼法 刑法 刑诉讼法 再加上行政法 行政法是个框 凡是前面五个法不能双进去的 全部都叫行政法 但是并没有行政法点 它这个是一种 这个是一种法规 我们现在称之为法规汇编的形式 我们在教材里面特意指出 所谓六法全书呢 它是一种成文法的汇编的形式 并不是法定 这是习惯上讲的 就法学界和那个法学教育当中 习惯上讲的一个词 用这个六法全书来犯 之所以的成文法体系 在进行法规汇编的时候 也是按照这个六法来汇编 前面加一个法典 后面呢是有关这个法典的 比如说选举法 那就放在宪法后面 国家组织法 政府机关组织法就放在宪法后面 汇编在宪法后面 民法 有关民法的 其他的单行法会 比如强制执行法 也就汇编在民法后面 所有以上这些不能归纳的 就放在行政法 所以行政法很多很多 另外一个在民国时期 起到重大作用的 就是判例和解释力 北洋政府时期呢 因为当时成文法很少 当时成文法除了宪法 以及占星新刑律 就是民法以外 其他法律都没有 还有一步就是 清朝的宪刑律 我们上次讲 清朝编定过两部刑法的 1910年公布过一条 大清现行刑律 这个大清现行刑律里面 有部分民事部分的内容 有一些民事法律的内容 所以在民国初年的 仍旧沿用 因为民法没有公布 大清现行刑律里面 有很多比如说一事物 关于事物的规定 那他仍旧是 民国初年的 仍旧有效 其他法律都没有 输送法呢 都是几个条例 所以呢 他规定了允许 援引大理院的判例 大理院是当时最高司法之官 这个判例呢 对全国来说 可以直接援引 具有法律效率 另外由大理院 对法律进行解释 这个称为叫解释例 这是北洋政府时期 是公开规定的 到了南京政府时期 1928年以后 1928年以后呢 他规定的是成文法 严格的成文法主 严格按照大陆法师的原则来 但是呢 判例呢 具有指导力 任何成文法国家 到了后来都是这样 就是判例呢 对于整个司法 对于司法审判来说 他不能直接援引 但是他对于法律的理解 必须严格按照 已有的判例 对于法律的理解